我们又该到了这个织菠萝花的这个地方了 我们来织一下这菠萝花 我们这菠萝花呢 就都是一个地方 就是在一个纵向的一个位置上来织着菠萝花就行 都是在这一针上织着菠萝花 那么我们在圈着织着菠萝花的时候 和那个片的织菠萝花的时候 那个方法呢也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第一行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在同一针里面 同时的织出五针 一针正针一针反针一针正针一针反针一针正针 织五针就可以了 这一点呢是一样的 好了 然后接着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间是隔了五针 五针的正针 好了又到了织菠萝花的这一针了 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 一针正针 然后一针反针 然后在同一线圈里面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反针 好 然后再织一针正针 好了 接着再往前面走 也是隔五针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针上面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正针 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还是转着圈的直正针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大家先跟着我呢 把它织 把它织过去 一直在织到我们又该织菠萝花的地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第二圈的这个 就是第二行织菠萝花的这个地方到了 然后呢 我们来织一下 我们第一行呢 是织出了五针 第二行呢 现在我们是圈着来织 并不是片着来织 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织袖子 就是圈着来织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和以前的织法一样了 我们现在就直接 就是在织第二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五针呢 直接都把它织成反针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圈着织的时候呢 这就这里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直接把这五针呢 把它都织成五针 五针反针就可以了 我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织一下 五针的反针 不光是在第二圈上 我们来织这五针的时候呢 是织成了五针反针 连这个第三行 第四行 这上面呢 我们都是织成五针的反针 这个呢 是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每次织到这个菠萝花的时候呢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都是一样的织法 我们都是把它织成普通的 这个五针的反针就可以 主要呢 是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圈着织和片着织的这个区别 把这五针直接织成反针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第二行的织法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每一个菠萝花呢 是织了五行 第一行是织出了五针 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一正 然后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呢 就都是织成五针 反针的织法 我给大家主要来演示一下 就是说我们圈着织 这个袖子圈起来织以后呢 就会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也是针法比较简单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织波罗画的第三行呢 也已经到了 刚才呢 织第二圈的时候呢 也已经说了 第二圈 第三圈 第四圈呢 这个波罗画的织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连续把这五针呢 都是织成普通的反针就可以了 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三圈的织法 织成五针普通的反针 中间呢 就还是织正针的地方呢 我们就织正针就可以了 只是在这个织波罗画的地方呢 我们要各自 把它独自 把它分开 这五针呢 我们就把它织成普通的 五针反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 第三圈织完这个波罗画以后呢 又到了我们这个 该剪针的这个 腋下的这个地方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那个 织波罗画的同时呢 千万不要忘记 该剪针的时候呢 一定要剪针 还是在这个地方 在中心针的两侧 前面两针和后面两针 剪针就可以了 我们把前面两针 并在一起织 剪掉一针 然后中间两针呢 是永远不变的 我们把它织起来 然后把后面两针 也把它并起来 剪掉一针 在这里呢 单独呢 和大家 就是说说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还要 在第三行的时候 再露出这样一段 就是说我们 剪针的这样一个 这一段 这个视频呢 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 织这个袖子的时候呢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就是说我们只顾着 织这个波罗花了 千万不要忘记 剪这个 腋下剪针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袖子呢 是越织越瘦的 一定不要忘记 好 我们那个第四行呢 没有和大家演示 因为和二三的 第二行和第三行的织法 是一样的 现在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波罗花的 第五行的织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 五针呢 我们把它 用一针正针 把它织起来 我们先这样 一针针的调起来 因为呢 我们要同时的 要把这一根线呢 调过这五个线圈 所以呢 不是特别容易调 我们把这个线圈 这样松动一下 我们这样 再调过来的时候呢 就相对来说 容易一些 但是呢 也不是特别容易 因为呢 我们确实是 要同时 调过五个线圈 确实是呢 有一些难度 中间呢 正针呢 把它织好 然后呢 又是到了 调这个 织这个 波罗花的 这五针的时候了 我们在这样 调的时候呢 我们用针这样 可以用力一些 把这五个线圈呢 调得稍微松一些 然后同时 把这个 嗯 绑针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 我们再 织正针 一定要调松一些 如果紧的话 就更不容易 调过来了 我们这样 把它调过来 好了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波罗花的 全部 呃 编织过程了 大家 就是 在织袖子的 这个地方呢 我又和他 我又给大家 重复了一遍 嗯 大家再看一下 以后呢 我们就都是这样的 一个织法了 织子这个地方 我们就 按照 呃 您自己的 那个编织规律 隔几行 我们就 剪一次针 在页下 那个地方 剪一次针 然后呢 呃 还是隔几行 然后呢 织一次 这个波罗花 这是织袖子 这个地方呢 呃 非常重要的两点 不要忘记 都是非常有规律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织下去就可以了 一直知道呢 您所需要的这个长度 那么我们这个 所需要的长度 我们来 呃 怎么这个 测量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样衣上面 您可以拿一件宝宝的衣服 从这个叶下 一直量到这个 呃 袖口的这个地方 是多长呢 你就织多长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这个地方呢 您一定要流出 这样的一段距离 专门上 用来织这个袖口 用这个 不同的针法 织这个袖口 就量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了 然后上面 流出这样的一段距离 来织这个袖口 就可以了 正反针的一个织法 好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先知道 您所需要的这个长度 好 大家看一下 以后呢 大家就按照我刚才说的规律呢 我们就这样 就是在织袖子的这个地方呢 呃 隔几行 在腋下这个地方 剪一次针 然后隔几行呢 我们再织一次 这个波罗花就可以了 一直知道我们这个 所需要的这个宝宝 这个这个袖子的长度 就行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织一下 这个袖口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就是呃 正反针的织法 这样呢 会呃 正反针的织法呢 呃 让这个袖口呢 有一定的收口作用 就是松紧力呢 比较大一些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呃 两周呢 两周以内的宝宝呢 大概这个袖口的这个地方 我们留三十针 三十多针就可以了 三十几针 这个针数呢 就够用了 就是说不用留的特别多 如果留多了呢 我们这个袖子呢 会显得比较肥 所以呢 我们就是 如果你你再大的 宝宝再大一些 就可以多留一些 就留成四十几针 再大一些呢 可以留成五十几针 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支一下这个 呃 袖子这个地方 假如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知道了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长度 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这个 支这个袖口的这个地方了 呃 在这儿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儿呢 留的针数呢 比较多 如果您再支这个袖子 支撑您所需要的这个长度之后呢 针数呢 也是比较多 还是比较多 那么您就需要 再减一下针了 下面大家来看一下 我减针的方法 我们第一针呢 支撑正反针 我们把前面两针 并在一起 这样就减掉一针 支一针反针 然后呢 把线绕过去 支正针 也就是一个正反针的支法 那么我们 现在的这个减针呢 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是 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这个 长度支好之后呢 那么我们这个留下的针数呢 比如说我们是 支两周以内的宝宝 那么我们这个针数 现在还有60多针呢 就是说针数可能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需要 按照我这个方法呢 再把这个针数 统一的来减一下 减成30多针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减一针 我们在这减针的时候呢 可以就是有一定的规律 就是说我们可以 隔5针减一次针 或者隔6针减一次针 就可以了 总共呢 减成我们所需要的 这个针数就行 如果您知道 这个袖子知道 所需要的这个长度之后呢 针数呢 不是特别多 就是说也就是30几针了 那么您就不需要减针了 您就直接支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这样交替支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的减针 并不是说一定要减的 如果针数留的 知道最后呢 针数比较多 那么我们需要减一下 如果针数不多了 差不多正好 那么呢 我们就不需要减针了 一定要记住这个 这个要点 不要就是说 看见我减了 到时候您就不管 这个自己的针数 多不多 就直接来减 那么这个针数呢 就可能减的过于少了 就是说支起来呢 支好之后呢 可能袖口就有一点紧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是 隔五针 减一次针 那么 知道哪一针上呢 我们就 知道正针呢 我们就用正针的方法 减一针 知道反针的地方呢 我们就用反针的方法 减一针 隔五针减一次 隔五针减一次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一圈 减好针之后呢 大概呢 就差不多到了我们 这个所需要的 这个针数了 那么到了我们 所需要针数之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再减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 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 这样交替支就可以了 一支呢 支八到十行 就差不多了 最后呢 我再教大家一下 锁针的方法 在这呢 我还要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支的是 这个正反针的第一圈 这第一圈支的时候呢 最后这儿 我们一定要把它支匀 也就是说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支这个 正反针第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支的 第一针支的是反针 那么我们在最后一针呢 一定要把它支成正针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很自然的 很顺畅的 我们这样连接过去 如果第一针 我们支的是正针 那么我们最后一针呢 肯定要支成反针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就是 正好呢 和第一针那儿 连接上连贯上 不能说我们第一针 支的是反针 我们最后一针又落成反针了 那么我们这个针法呢 就支的不对了 就是说也不是不对 就是说就连贯不好了 我们一定要就是支成 第一针是 如果是正针的话呢 我们最后一针呢 就是反针 如果第一针是反针的话呢 我们最后一针一定是正针 那么我们怎样 确保 就是说我们最后一针和第一针 正好是这个 一个连贯的这样一个 正反针交替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最后几针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数一下 如果那个不能连贯到 正反针的支法 那么呢 我们就需要再减一下针 多一针呢 我们就减掉一针就可以了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这一圈呢 马上就要支好了 我们就减掉了一针 正针 反针 好大家看一下 还剩下三针 那么我们是正针 然后反针 正针 好反针 这样就连接上了 我们再次呢 正好呢 正好能够连接上 如果您在支的时候呢 留下了四针那个地方 你就需要 在这四针里面 再减掉一针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和后面的第一针 反针把它连接上了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圈 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后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了 接下来 你就是转着圈的 支正针 反针 正针 反针 一定要把它交错对 一定是一针正针 一针反针交替来支 不能把这个顺序打错 打乱 不然呢 我们这个 绣口的这个花形 这个地方呢 就出不来了 就不好看了 好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呢 支八到十行 好 我这里呢 也就支了几行 接下来呢 我就不往下支这个 正反针 这样的这个行数了 您就按照那个 自己喜欢的这个行数 支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呢 就是支八到十行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顺序 就支正反针 支八到十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来教大家一下 锁针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 第一针是反针 我们用正针支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线圈挂回到 左方针上面 然后呢 大家都知道第二针呢 是一针正针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两个线圈 同时用反针的方法 锁起来 好 然后呢 再把线圈挂回到 左方针上面 然后第三针是反针 我们用正针的方法 锁起来 在这里呢 我也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们这 现在的这个锁针方法呢 和我们之前 那个锁下摆的 那个地方 那个支法 那个锁针方法呢 是完全一样的 螺纹的锁针方法 也就是正反针的 锁针方法 在支正针的时候呢 我们用反针锁 在支反针的地方呢 我们用正针来锁就可以了 同时的把 两个线圈 同时的锁起来 就可以了 这个是 螺纹针的锁针方法的 一个 这个 秘诀 可以说是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我们的这个 针数 都把它锁起来 就可以了 正针的地方 用反针锁 反针的地方 用正针来锁 这样锁出来的这个边呢 好看 就是说呢 这个锁针方法呢 可能 对于新手来说呢 有一些困难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锁针 其实说白了 也就是正反针的锁针方法 只要第一针我们锁对 后面我们就交替 来锁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锁成以后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袖子 就是支撑相应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这样 织好这个 袖口的这个地方 然后再锁上边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该剪针的地方 隔几行剪一次针 然后呢 该织这个波罗花的地方呢 我们就还是隔几行 织一次波罗花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袖子的织法 织成相应的长度之后呢 我们再织好这个 8到10行的这个 8到10圈的这个 绣口就可以了 织好的绣口之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螺纹的锁针方法 再把它锁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相同的方法呢 把这边这个袖子呢 也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再学习 织那个另外一个袖子的织法了 我们就直接来学习这个 帽子的织法 这个帽子的织法呢 相对来说呢 也是还是可以的 也不是特别难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个 这个针数呢 都挑起来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最开始起针呢 是起了80针 我们要把这80针 就是我们那个 最开始不是在脖子 这一块 这个地方起的针嘛 我们要把这80针呢 重新的把它挑起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挑针的时候呢 就挑这个单层的这个长线圈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清楚的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一边织一边挑 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过程 把这我们最开始的 起好的 起好的这个80针呢 我们都把它调起来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长线圈里面 穿针 每一次都是这个长线圈就可以了 单层的这个线圈 一个一个的向前按着 顺序走就可以了 把每一个线圈都挑起来 我们把这个线圈挂回到这个帮针上面 然后呢 我们把它挑过来 好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尾压一下 每支一次呢 每支一针正针 我们就这样压一次 然后呢 挑前面线圈 支一针正针 好 然后再压一次 再挑前面线圈 支一针正针 再压一次 再挑前面线圈 再压一次 我们就这样按着顺序 一直的每一针每一针的 都把它挑起来 然后呢 每支一针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尾这样压一次 为的是呢 把这个线 把这个线尾呢 一边支就把它一边藏起来 不用在那个 支完以后 再一起藏了 我们就直接一边支着 就一边把它藏起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呢 把这八十针 我们起好的 最开始起好的八十针呢 我们都把它调起来 好 我们这个八十针呢 我们都把它挑在这根棒针上面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一行正针 一行反针的支法了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要对应着这个反面来支 那么我们这一行呢 就把它一整行的都支成反针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行都支成一整行的反针 然后呢 我们再支好之后 再反过来对应的正面来支的时候呢 我们就支一整行的正针就可以了 总之呢 以后呢 就是一行正针 一行反针的支 一直支到大概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长度 也就是我们这个帽子的这个高度 大概呢 我们就是支这个 18厘米 或者19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样衣上面这个帽子呢 比较小 才支了15厘米左右 那么我们在支的时候呢 尽量的稍微支大一些 支成18厘米 19厘米 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呢 姐妹们就跟着我 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把这帧数 把着我们原原有的这80针 挑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一行正针 一行反针的支 一直支到我们这个18 或者19厘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它支下去 我们先对着正 对着反面来支 我们要支一行的反针 一行的反针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呢 帽子的高度呢 我大概是支了19厘米左右 如果您觉得这个高度呢 还不够高的话 也就是说您支的这个衣服呢 要支的比较大 那么这帽子相当的也要支大 那么你这个帽子呢 就可以支的再长一些 都是可以的 今天呢 我们就支成这样的高度 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就那个 要把这个帽子分针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帽子呢 是起了80针 起了80针以后呢 然后呢 我们中间呢 要流出18针 流出18针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帽子呢 这个80针呢 要把它分成三份了 那么最中间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流出18针 也就是说 最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们流出18针 然后左右两侧呢 各流乘31针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 这边是31针 然后中间是18针 然后这边呢 也是31针 我们来数一下 好 好 这个地方呢 是31针 我们在这儿 做一个标记 然后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数出18针 好 我们在这儿 再做一个标记 中间的18针 我们也数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把中间留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数一下这边 再确定一下这边帧数呢 看看是不是也是31针 我们要确定 除了这18针之外呢 我们左右两侧的这个帧数呢 我们一定要是相同的 一定要确定这个帧数是相同的 好 我们再来数一下 好 这边也是31针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织了 我们再织呢 我们就要开始分片来织了 我们只织这边的31针就可以了 大家都知道呢 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是需要减针的 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要让它呈现一个像 右上斜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要减针 这边呢 也是像呈现一个像左上方 斜的一个趋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再织的时候呢 就只织这边的31针就可以了 然后呢 织到记号扣那个地方呢 我们是需要减针的 我们要把最后两针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减掉一针 这样慢慢的让它有一个 像右倾斜的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来织一下 我们现在对应的是正面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织正针 我们在分针以后的织法呢 这个总体规律 还是该织正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织正针 该织反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织反针就可以了 规律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对着正面来织的时候呢 我们就织正针 那么我们对应着反面来织的时候呢 我们就织反针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是对应着正面来织 所以呢 我们还是织正针 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们要把最后两针 就是紧挨着记号扣的那两针 我们要把它剪掉 我们要剪针 好 大家看一下是最后两针了 我们要把这两针 我们把它并在一起 剪掉一针 好了 接下来这个棒针上面的 这个针数呢 我们就不要管它了 我们把它放到一边 我们先织这边的31针 现在剪掉一针是30针了 我们先织这边针数就可以了 不用管那边的针数 我们先织这边 那么反过来之后呢 我们对应的是反面 我们要织反针 这一行的反针呢 我们不需要加针 也不需要剪针 直接把它织成一行的反针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织过去 好了 刚才呢 我们也把那个反针 那一行织过来了 接下来我们又开始 又开始织这个正针的这一行了 那么织正针这一行呢 我们还是需要剪针的 剪针的地方呢 还是在我们这个 最后的这两针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要把这最后两针 把它并在一起剪掉一针 以后呢 也就是我们要在这个 剪针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 也就是这一部分的这个针数嘛 我们总共是要剪掉这个 五六针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再给大家剪掉一针 看看这个剪针的方法 我们在上一行正针的时候呢 已经剪掉一针了 我们现在呢 现在这的是第三行 我们还需要再剪掉一针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剪掉这个 五六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边剪五六针 那么我们那边呢 也是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过程 也是需要剪五六针 好 大家看一下最后两针了 我们还是把它并到一起 剪掉一针 好 这样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剪掉两针了 接下来呢 大家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呢 支下去就可以了 支反针的那一行呢 我们不剪针 然后支正针的这一行呢 我们就剪针 总共呢 就剪这个五针 或是六针就可以了 今天呢 我们就还是以剪五针为例 我们刚才呢 已经剪掉两针了 接下来呢 我们再剪掉三针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 把这三针把它剪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已经锁好 这个五针了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反面那一行呢 也已经支过来了 支过来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锁针了 大家看一下锁针的方法 锁针的方法呢 嗯 这个锁针方法呢 比较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支一针正针 好 然后再支一针正针 然后把第一个线圈 我们调过 什么的啊 我支起来呢 我就会剪掉